各位,跟大家讀幾段支持警察的留言 應該讀得開心一點 第一個,劉慧聰先生 第一,請你記住這一場是暴動 暴徒身上有汽油彈、強水彈、磚頭、鐵枝 每一件武器都可以致命 而且近距離襲擊我們的警察 第一,警察生命受到威脅 請你先把我們的警察生命放在第一位 而並不是暴徒 因為你的手足能夠救回香港 而救回一個暴徒 他只會再次破壞香港 請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是不是要送上警察的性命 都不敢開一槍 第二,警員配備手槍 竟然可以開槍 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用說什麼 迫於無奈要開槍 手槍買回來的時候就是要用 買回來不用 用來做欣賞嗎? 開槍又怎樣? 有必要就要開槍 要不然你買來做什麼? 不敢用來襯衣服用嗎? 第三,報道一向知道 竟然身上有配槍 但依然上前襲擊 所以他們已經知道在最壞的情況下 竟然會使用配槍 而且並不存在無辜的借口 竟然可以開槍 竟然身上有配槍 是今天的事 不是今天的事 請你清楚明白 告訴大家 只要情況緊急 開槍是必要的 但一槍不開 躺在醫院的就是你的手足 當時暴徒人數更多 這槍不但救了開槍警員本身 也救了在場很多警員 請你告訴我們全香港人民 這槍是必要開的 請你勇敢地站出來 帶領我們的警隊 這槍是給盧偉聰先生的 另外有一位是給我們特首 如果特首和警察一哥 連一個果斷英明合理執法的 詞士警員都維護不到的話 這個政府還可以保障市民嗎? 找得很直接 連維護治安的警員都保護不到 另一個就是 真的想到頭都爆 蟑螂天天上網 都以為美國是怎樣仁義道德 請你出來看看 香港警察太仁慈了 在美國同一個人 開了五至六槍 到他肯定死了 蟑螂大佬 你上Youtube看一下 人多牙差 人少就借光 另外就問 為何蟑螂的父母不出來呼籲下他們的下一代 因此危險而前途盡毀 斷上生命 他們白痴無知 為人父母應該看大局將來 其實我有消息說 中槍那個 暴徒的家長是警察 大家想像一下 這位警察的心 現在是幾痛 自己的兒子做暴徒 想謀殺自己的同袍 幾痛 不要緊 我再讀一段給大家聽 警察不開槍 真的會被暴徒打死 警察太辛苦 太危險了 這班人已經瘋了 支持警察那段使用帽 來保護自己和同袍 你們的忍讓 只會令暴徒更加瘋狂 向全港的警察致敬 你們這三個月 太辛苦 太辛苦了 希望你們保重 盡量不要受傷 部署得更加周長 祝福祝福 感謝感謝 我希望香港警察 繼續保持一貫的精神 為香港市民服務 香港人需要你